我发誓啊 以后的事我保证不让他插手 这玉蓉可真是遇上了一个好人家了呀 二十六万大样啊 爹 您给了多少聘礼 二十六万大洋 我知道儿媳妇家虽然号称是贝勒府 其实就是个空架子 能置办起什么架着 为了不让儿媳妇着急 我今儿啊亲自去把聘礼给下了 你就等着风风光光地娶媳妇吧 爹 我真谢谢您了 您可把我害苦了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小兔崽子 喵 小兔崽子 我知道是你 玉蓉 你今天没生气吧 生什么气啊 就是聘礼的事吧 我是真的不知道 是我爹他自作主张的 不过玉蓉 这次爹也是为咱们好 咱们就听他一回吧 我发誓啊 以后的事 我保证不让他插手 我没生气 你怎么会觉得我生气了 我是那么不同情达理的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 玉蓉 你可是全天下最通情达理的女子 那你还说我生气了 我只会为两件事生气 一个是你欺我 二一个是你瞒我 其他的我都不那么在意 你今天对我这么坦诚 我当然不会生气了 真的 真的 而且我今天还要谢谢你 我从来没见我爹这么开心过 他今天真的很高兴 那嘴咧的 所以我要谢谢你 也要谢谢你的父亲 为我们做的事 应该的 应该的 怎么还这么严重啊 都下好几天了 你是担心这雨 耽误咱们的婚期吧 玉蓉 你放心 甭说是下雨 就算是下刀子 我也照样娶你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来 你看看这个 洪水滔滔天津告急 五十年未有之浩劫 席卷天津味 天津受灾严重 他们都缺医少药的 死伤无数 我们医院组织了医疗队 我也想去 你不许去 玉蓉 我不是想耽误你做女英雄 但你要在这个节骨眼去 我娶谁去呀 再说了 你们医院那么多医生 也不是非你去不可吧 这样 咱们先把婚结了 咱结完婚啊 你想去哪儿 我就陪着你去哪儿 行吗 那可以 那 那说好了你别去啊 知道了